人工受精后要注意什么? 赵敬,西安市第四医院,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 人工受精以后跟我们正常怀孕是一样的 我们的生活、起居和饮食同正常怀孕对待 当然我们说所有的备孕夫妇 我们都会建议要提前把叶酸吃上 另外呢,对于这些粗排卵后的人工受精 我们会常规给予黄体支持 那么人工受精以后两周来院复诊 通过咽尿或抽血来确定是否怀孕 专家提示 一、人工受精后和正常怀孕一样 生活起居与正常怀孕相同 二、备孕夫妇应提前吃叶酸 三、醋排卵后人工受精会给予黄体支持 两周后复诊 通过咽尿或抽血 确定是否怀孕 我们应该身体是否怀孕 对那状态 进起